孝经的十八章 伤亲章 孝子在父母亲生前 他能够扬名声显父母 就是他有很好的名声 让父母亲很光荣 可是孝子在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能敬上哀妻之情 让父母亲一礼入恋 一切遵从仪式 并且选择好的目的 来安葬父母亲 表达对父母亲的尊崇 三年受伤 以后在自己的宗庙或者池塘里 春秋来祭祀父母祖先 从生到死就是如此的事后 是完整孝子的形象 江先生绘得伤青章 孝子穿麻衣 虚法不整 贵则远望父母亲的坟墓 表征父母三三年的怀念 后面有两位书童 提着十何相伴 画中的高山流水 代表父母亲的恩德如山高如水长 甚至比山高比水长 到这里对父母亲的养生送死的圆满 是孝子 孝到圆满的表现 天下的德行 请问有哪一个超过孝的呢 历代的画作 画的是孝子 起码去扫墓 理上孝子虽然哀痛 可是不可以过分 以免伤了身体 甚至伤了性命 孝子的虚法不修 形容憔悴 生披麻衣 不重仪表 都是自情的表现 以上是第十八章 商清章 画家以这样的画作来呈现 他对孝经文的体会 上来十八章的孝道叙述 是文化的精髓 人格的养成 尽得修业的入门 吉祥